麻辣火鍋見怪不怪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今天要去的這家店 在十年前 它可是斥炸麻辣江湖 這家店的手工現炒 獨門麻辣湯底 當時可是吸引了 許多名人去朝聖 今天這家店辣上瘾 又重新坐落在台北市的 巴德陸了 就讓我們一起去體驗一下 它到底有什麼獨特之處吧 走 你十年前就來吃過囉 對 它在延吉階的時候 其實吃了很多次 吃很多次 不錯 你喜歡他們家的什麼地方 因為我喜歡吃辣的 辣的也可以 這個酸菜還有普通鍋都可以 都可以 都好吃 我覺得它麻辣鍋的湯頭 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它不會像一般的麻辣鍋 你知道還蠻入口 它的湯是讓你喝下去之後 有嘗到它的辣味 可是是很順口的那種辣 所以它其實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這不是一家普通的麻辣火鍋店 到底為什麼會吸引 這麼多老夫婦還有名人來朝聖呢 我一定要喝看看 它這個麻辣湯底 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嗯 非常多層次的口感 這個部分還是要交給專業的 來解釋一下 王大哥 你好 你好 你們的麻辣湯底到底有什麼獨特之處啊 我們辣上你的麻辣鍋鍋湯底 首先我們是用牛骨 熬出我們的高湯 然後再進貨我們有 很濃到食材 經過炒煮 炒過以後 把那個香氣跟紅油做出來 大家看到這個 非常滑嫩的鴨血 還有豆腐 看它的毛細孔 每一個都開成這樣 代表它非常非常的入味 而且它吃起來就是充滿麻辣湯汁 老豆腐好吃 鴨血在這個麻辣鍋裡面 算是還蠻靈魂的一樣 食物要來吃看看 非常滑嫩 但是又很Q耶 大家來吃麻辣鍋 絕對是無肉不歡 大家看到我們一桌充滿了肉 這一款就是美國CHOICE級的五股牛小排 這個油花不得了了 好不好 我已經餓很久 我看它已經看很久了 直接下去 來 我們要多久 稍微我們涮一下 這個CHOICE等級的五股牛小排 肉汁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它脂肪分布在它的瘦肉裡面 吃起來很滑嫩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一下 這個是PRIME 它的主意它的背肩的部分 這個PRIME是最高等級的牛肉 吃起來真的很不一樣耶 因為它吃起來的那個肉的口感 是非常紮實 但是又不失軟嫩 非常好吃 然後我們其它的部分 還有像是 這個是 這是屬於小高羊 這是豬梅花肉 這個是櫻桃鴨 這個是蝦漿對不對 對 蝦漿 然後呢來吃麻辣鍋 絕對不可以漏掉這個 老套一定會點的什麼 大家看一下 老油條 下去不能太久 才可以吃到它外面吸附麻辣湯汁 但裡面又咔嚓咔嚓的感覺 所以 現在已經可以了 我吃到咔嚓咔嚓的感覺 但是都吸附得滿滿的麻辣湯汁 好好吃喔 來吃鍋一定會有的很新鮮的蔬菜盤 對 對 然後也會有菇類 這個是綜合菇嗎 綜合菇類 對 這個有牛肉丸對不對 這牛肉丸 對 這個我看到了 這個有一顆一顆的 這個是芋頭嗎 芋頭丸 這是大甲的芋頭 我們辣上癮的酸菜白肉鍋 是經過特製的醃漬 然後配上我們一些 就精緻濃郁的高湯湯頭 這樣熬煮出來 酸菜白肉的湯底煮過的豬五花 它就是吃起來微微的酸味 但是真的就是有很溫潤的感覺 對 這麼好吃獨門醬料的這個麻辣湯底 為什麼隔了十年之後 才重出香菇呢 十年前在經營的時候 晚上住到凌晨 這樣日夜顛倒的生活 一段時間太長了 其實有點太累了 再經過這麼多年來 老顧客一直不斷地追出我說 你那麼好吃的湯頭 怎麼不回來再繼續 他們很想吃都吃不到 那我就想一想 剛好自己的兒子 對這方面有興趣 我就傳承給他 聽說呢 你朝思暮想想了十年 好不容易等到這家麻辣鍋 又重新開幕了 到底是什麼 會讓你這麼思念它 當然是它的麻辣湯底 我最愛是它的油條 老油條 油條來吸它的麻辣湯 其實非常好吃 很好吃 我喜歡麻辣 為什麼 因為它的湯底 你喝下去回去之後 不會燥熱 不會燥熱 健康的麻辣鍋底 來吃是第幾次了 我這次第三次來吃 第三次來吃 他們開幕沒多久 你就來吃第三次 第一次吃味道就不錯 所以想就會繼續來吃 這裡的美食 被大家深深烙印在腦袋當中 即便經過了十年 還忘不了這裡的好味道 這裡的麻辣鍋 只有越來越美味 還有傳承濃濃的人情味 歡迎大家來 來臘上你品嘗麻辣好鍋 還有山菜白肉鍋